主席我們請這個國防部副部長 請國防部李主委還有國安局的許處長 好國安局許處長 我先請教國防部 這個國防部你們下面有一個智庫叫做國防安全研究院是嗎 是的 國防安全研究院最近出了兩份報告 討論有關金門的這個防衛問題 你有看過嗎 我看過 有 都看過了 好 那我練一下 這個1月21號出的這個國防情勢月報裡面說 如果一旦共軍對金馬發動攻擊 我軍將難以防守 因此金馬必須獨立防衛固守 再暫時牽制共軍以利本島戰力保存 倘若中共對金馬發生攻擊 金馬只能獨立進行防衛作戰 由於國軍作戰指導已經調整為賓海決勝貪案殲敵 國軍主戰兵力必須 勢必集中在本島灘亂與來犯共軍對決 離島也只能獨立固守 這個是你們寫的齁 你們的智庫寫的 我請問副部長你認同這個看法嗎 第一個我要表達 國防安全研究院 他是屬於一個學術研究的一個機構 我知道 但是這是我們國防部的智庫是不是 不是 是我們資助的智庫 他是屬於國家級智庫 是我們捐助的智庫 你們捐助的智庫 那你認同這位學者的看法嗎 一旦發生 台海戰火金馬必須獨立固守 您認同嗎 這個其實要把它分開來講 你認不認同這個看法 我不完全認同 也不會說不認同 也不會說不認 好 請說 我現在就把這個跟委員做個概率的報告 第一個其實像這個議題 我們在歷次漢光演習 都有做電腦兵器 模式模擬的兵推 我們產生了一個我們成功率 或說我們的戰損率 我們自己知道 但這個不方便說 當然我們都是國軍都是做 最壞的打算做最好的準備 其實這個學術研究是 當敵情危險跟我的能力和限制 不能相互所謂匹配的時候 金門馬祖外島地區 他必須要有獨立固守的一個準備 那如果說在當時的 金門馬祖必須扮演牽制中共 中共利器的這種角色對吧 來保衛你們本島 我們要獨立固守來保衛你們 然後你認為在金馬的國軍弟兄 可以撐多久 這個當然要看威脅的強度啦 還有他實際的所謂的戰略企圖 以往的案例來講 就是說我們講那個巴爾山炮戰 古寧頭 我們不要再講以前的炮戰 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金門有多少兵 我也不會在這裡講 你也知道我也知道 那所以你們現在認為 如果兩岸發生戰火 我們現在就是獨立作戰就對了 這個就是我一直很在乎 為什麼我們金門一直不被融入台灣 我們來講下一個報告 下一個報告 等一下我們還會再討論這個問題 下一個報告 這個國防安全研究院 講第九十一期這一篇您看一下 這是針對就是上個月剛剛有提到的 國防安全研究院報告指出 這個就是衛達戰爭門檻這個灰色衝突 然後就舉了3月16號當例子 他認為這一篇的報告 就認為 下一篇 這一篇報告就是說 中共軍方就是用海上民兵的方式 來做這件事情 那國防院把這一件事情 上個月那個衝突 金門衝撞事件 解讀為中國身高衝突的這個徵兆 那部長你認同這個國防院這一篇報告的看法嗎 他認為這個事件上個月那個海上衝突事件 是中共要穿高這個衝突的這種徵後 你認同嗎 其實他寫這個東西 按照剛剛海洋署的主委講的話 其實這件事情其實是 是一個民間的衝突嗎 只是一個零星 所以你認同他的報告 不認同吧 也是針對這個結論我不太認同 不認同吧 那你認為中共有沒有把海上民兵 已經引到我們金門的海域 目前就我們其實顯示 他海上的民兵 在我們金馬對岸那邊 都沒有所謂的部署跟運用 沒有嘛 那如果假設是真的呢 這件事情是真的呢 真的引進海上民兵到金門海域呢 你們的措施是什麼 其實我們跟海巡署都有建立所謂的協調聯繫 所以是要靠海巡署來保衛金門就對了 不是靠海巡署 因為海巡署啊 具有司法警察的這個身份 所以在執行這種所謂的民兵啊 這種漁船那種事件 是由他們來做第一線的處理 是比較適宜 但是我們國防部呢 會做到剛剛我所報告 第一個 我們會用我們的雷琴還有 自動船舶變質系統 將我們所掌握到所有海上的一些船舶 然後及時通報給海巡署 然後做一個情報交換 這第一個 第二個其實就3月16號金門事件 金門的指揮官全程掌握 並且立刻跟 我知道事實上 因為我們金門地區很常跟大陸 這個因為漁民喔 彼此今天發生衝突 所以我事實上非常了解 很多事情都是零星的衝突 但是這個事件呢 連這個台灣這個中 那個自由時報都很大幅的報導 自由時報都很大幅的報導 拿你們國防院的這個報告 來跟我們講 說這個灰色衝突啊 這個是中共升高 中國升高衝突的這種爭吼 我剛引述的事實上 也是自由時報的這個報導 所以我在看說 你們國防部的智庫的看法 跟我們海巡署 海洋委員會的看法 是不一致的時候 那國安局也在這裡 國安局的判斷 國安局的判斷是什麼呢 在這件事情 國安局 你們的判斷呢 我們是說 我們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但是目前沒有看到 也沒有嘛 中共在台海有 所以國防部是 這三個單位裡頭 唯一意見不一樣的 你們的智庫意見不一樣 你們是有特殊的情資嗎 還是調題從寬 我剛剛跟委員報一下 這個是學術研究 但是他講到一個重點 是我們必須要重視的 就是未來 中共他可能運用 所謂的灰色地帶 非傳統安全的威脅方式 來掌控對我的鬥爭 這一點 國防研究院 寫的這個是正確的 沒錯啦 所以你來看 這個 從這個情報整合來看 這個 各個單位的情報整合 口徑 是不一致的 不一致的 至少 國防部的學者的 你們的智庫想法是不一樣的 那 從你們的戰略來看 我想具體知道說 這個 濱海決勝 貪亂殲敵的戰略下 金馬獨立防衛固守 國防部 你們的方案是什麼 我特別跟委員 國防部 等一下再講海巡 國防部 因為他要我們獨立作戰 我真的想知道 獨立作戰的 大方向是什麼 我剛剛跟委員報告了 我們都是透過漢光演習 在電腦兵器 產生的結果 不是兵器 我 繼續講 因為有這個結果 所以我們就是用最壞的打算 最好的準備 對 其實在戰時 只要對於我有利的條件下 我們空中的職業 海上的運輔 我是誰 台灣本島 台灣本島 對台灣本島有利的情況下 金馬應該獨立作戰 因為要牽制 委員你誤會了 不是對台灣本島 就不是在那個作戰地域裡面 當時的利空環境對我有利 我當可以執行空中 或海上的運輔 或說一些密接的資源工作 甚至我們也現在建軍的方向 也具備了一些長城打擊的武 兵火力 他到時候可以對金馬外島地區 遂行火力支援 所以說 但是如果說條件不利 我們所有的作為 仍然沒有減低敵對我的威脅 那金門馬祖 他外島地區 要有獨立作戰的行李準備 意思是說你們就是放棄嗎 沒有沒有沒有 獨立作戰 我不可能放棄 你們也沒有辦法支援 然後我們又那麼遠 要怎麼辦 不是我們那個 我們是熟土 你們要怎麼辦 所以你們未來的策略是怎麼辦 這有關 因為現在 為什麼我們非常在乎這個兩岸和平 因為金門經歷過戰爭 如果兩岸沒有和平的話 第一個受害的絕對不是 還在後方的這個台灣 對吧 那你們的報告 每一次的報告都出來告訴我們說 只要兩岸發生衝突 我們沒有辦法防守 請你們金馬獨立作戰 只要兩岸發生衝突 金馬必須自己固守 你有長城的飛彈 但是如果萬一沒有辦法的時候 你也沒辦法 你們要有一個想法 我們是一個國家 我們是一體的 你們的具體做法 或者要長期的計畫嗎 因為現在我覺得兩岸關係 越來越緊張 越來越緊張 剛剛跟委員報告過了 其實我們有一個突發狀況處置規定 還有我們任何的一個作戰計畫 其中都講得非常清楚 就對金門外島地區在戰事的時候 我們是如何的稅行資源跟運補 在什麼條件下 我們做不到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其他的方式 那金門馬祖地區 他自己本身 他也要做好獨立作戰的準備 我們也要做好獨立作戰 要我們 或者你現在也可以告訴我們 要我們回到以前全民皆兵的時代 我也領過槍回家 那當然不會 這個守土有德 是我們國軍的責任 那你也沒有關係 不是不行啊 如果需要為國家一起來努力 一起來 一起來護衛的時候 我們金門也是可以 馬上從民眾變成軍隊 那這個東西 你們是不是應該做一個比較 要長程的這個思考 因為我覺得 這個 這個關係越來越緊張的情況下 我們又有可能被 被要求要獨立作戰的情況下 你們是不是 國防部必須給我們金門地區 什麼樣的資源 什麼樣的協助 然後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做 那我們來預先做準備啊 這個我們都已經放在我們的作戰計畫裡面 這邊我再強調一下 就是學術的結論 我們要尊重 沒有對錯 但是他所有提的都會納入我們 未來作戰 作戰的參考 這個就是智庫重要的地方 這個也是我們很在乎智庫他的建議方向 是這樣子吧 那這個金馬這個部分 這個地位特殊啦 位在前線 那遇到衝突也是我們非常不願意 但是我們也希望齁就是你們這個智庫 尤其像這個海巡那件事情 明明我們也覺得只是民間和民間之間 可能他就要把它解釋成是中共做這個民兵這種準備 我覺得這個可能智庫是不是也要研究清楚啊 是不是 那因為還主委也說得很清楚 國安會也在意見也是這樣子嘛 好不好 好謝謝你 我會轉達給國防安全研究院 謝謝齁 好謝謝陳怡貞委員